美国航太总署正在追踪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 2023DW 估计这颗小行星在23年后 也就是2046年的情人节当天撞上地球 这颗名为2023DW的小行星直径约50米 大小相当于一座奥林匹克游泳池 根据欧洲航天局的数据 这颗小行星可能在2046年2月14日这天撞上地球 几率为625分之一 在该机构的太空物体撞击地球风险名单中排名第一 不过美国宇航局将这颗小行星撞上地球的风险等级列为微乎其微 认为公众没有理由担忧 尽管如此 美国宇航局还是会每天监测这颗小行星 随着收集到更多的信息 这一风险等级可能还会继续调低 而即使这一风险升高 美国宇航局也有办法来保护地球 在去年以下名为双小行星改道测试的任务中 美国宇航局已经成功地改变了一颗小行星的轨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